你在尔湾的投资房租掉了吗 大家好我是Ricky 今天和大家详细分析一下尔湾出租市场的现状 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看图 从图片上我们可以看到 截止到今天 尔湾一共有429个房子在出租 在过去30天有270个房子被租掉 所以要把这全部的429个房子消化掉的话 平均的出租时间大概是在48天 然后我们再看具体的区域 尤其是我们华人愿意买投资房的地方 这里面有两个区域的问题最大 一个就是大公园 另外一个是花果山 大公园在过去30天只租掉了25个房子 但是在市场上现在却有81个房子在出租 要把这些房子全部租掉的话 平均的天数是97天 而花果山会更高一点 在过去30天只有8个房子被租掉 那再出租的房子一共有28个 所以要把这些所有的房子都租掉的话 需要105天 也就是这两个区域 如果你有投资房的话 现在空置三个月是一个平均水平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 也就是大公园和花果山地区 是新房最多的区域 随着年底新房陆续的交房 很多投资房都放到市场上来出租 一下造成了需求少 供给很多的情况 所以接下来要在这两个区域 继续买投资房的小伙伴 要小心一点 很可能你看到的租金不错 但是他不一定租的出去 比较好的区域呢 是Northwood Woodbridge Portilla Spring和Woodbury 这几个区域 它平均的出租天数 大概是在30天上下 Portilla Spring最好 只有19天的时间 明显的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 所以接下来要在年底 继续购买投资房的小伙伴 一定要注意 不仅仅要看租金 还要看这个区域的供给情况 如果房子到手三个月才租出去 你损失的可是三个月的租金 同时在这三个月里 你既要付房产税 也要付物业费 还要付贷款利息 一样可都不能少 所以大家在考虑购买出租房的时候 不仅仅要考虑这个房子的价格 以及租售比 一定要关注这个区域的需求和供给的情况 否则有价无市 对你的出租投资没有任何意义 投资不是买和卖 谨慎认真来对待 关注我 获取更多 耳腕房产投资信息 拜拜